最早的一開始就是我們的 脂肪肝 這個大家都有聽過吧 脂肪肝 然後再來呢就會變成 那纖維化之後才變到肝硬化 那像在肝 脂肪肝的階段呢 它其實是可膩的 但是如果一旦跨到肝纖維化 它就不可膩了 那我們就提到說 它只吃水果跟沙拉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變化 因為這等於是說它 肝硬化的一個最初期 第一個它減肥的方式它是用 極低熱量減肥法 所以它一定是有辦法 把我們的重量減下來的 可是呢 其實我們知道 你在減重的過程 其實我們身體的代謝 是需要均衡的營養去代謝的 可是你看它只吃水果跟沙拉 這兩種都是屬於糖類的部分 對 那其實為什麼 這個會變成脂肪肝 因為脂肪肝外面包的那一層 叫做 那酸酸甘油脂 不是全然都只是油脂來的 它主要還是從我們的 醬類來的 這樣子喔 所以我想說奇怪 它又沒有吃到肉 怎麼會覺得脂肪肝 不是要大魚大肉才會脂肪肝 脂肪也會變脂肪肝 反正是甜食來的喔 對 甜食 澱粉 轉變成三酸甘油脂 然後累積在我們的肝臟的外圍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脂肪肝 其實我用比較白話 大家可能觀眾聽到脂肪肝 這三個字你可能就不了解 脂肪肝就是阿嬤講的 你們聽過一個東西叫 粉肝 粉嫩嫩的 那就是所謂的脂肪肝 我們在吃的粉肝都是脂肪肝 對 讓范國的美食 鵝肝醬 鵝肝醬 好可怕喔 鵝肝醬就是脂肪肝 脂肪肝 所以它有一個概念 它有概念 脂肪肝就是油肝 粉肝油脂肝 可是當這個脂肪肝產生之後 它會造成一些發炎 叫做脂肪肝的肝發炎 肝發炎之後 你的肝功能的酵素 GOT GPT 甚至GAMMAGT會升高之後 你就可以顯倒倒軟膏 可是在這個發炎當中之後 我們身體有個現象是 你知道我發炎的部分 你會結痂 就是纖維化 對你像巴痕一樣 可是這個巴痕一產生之後 巴痕越來越多 肝就硬掉了 那肝硬化 阿嬤講的叫什麼 疤疤 就是它在 它的就是很硬 跟木頭一樣 那這個當你的肝功能不好之後 你的問題就會產生 因為肝臟有製造營養的功能 有解毒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它會產生一些 你一些酵素 或一些代謝的綿化出去的話 你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像那個第六個 行為異常就是什麼 它叫 它的那個血裡面的那個胺太高 它就開始產生混亂的現象 那這個是基本上 比較到後面的 那當你肝硬化之後 會造成什麼 時代靜脈曲張 這時候看什麼 病人就很容易 那這重點就在於說 你的手不紅不養 是因為我們常說 它裡面有一些內分泌 或是一些荷爾蒙現象的時候 它會造成一些 某些地方血管會比較增生 會產生紅 但是另外一個現象是 它身上會產生什麼 蜘蛛斑 它身上會有很像那種蜘蛛的 那種血管一樣 那基本上這又是一種 它一個特殊的現象 所以說其實前面那些東西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減肥會有這種現象 就是說當你造成脂肪肝 造成乾硬化之後 它的狀況出來 就是變得很多樣性 所以說放映的姐姐 如果去做個檢查 就發現說它的脂肪肝 可能已經到什麼 重度的脂肪肝 開始有一些纖維化的現象 脂肪肝檢查得出來 是造造成的 超暈波的檢查 肝不是沉默的器官嗎 對 它不會跟你講說 它不舒服嗎 它吐血啦 它已經到末期了才會吐血 所以前面的脂肪肝 開始黃膽 眼白會變黃 開始附水會產生 那這些問題就已經到了 肝硬化比較後面的末期 所以你如果說我減肥 有沒有辦法減到體脂肪 我告訴你 女生都知道 減肥要減到體脂肪難 你要做運動 所以如果很多人 剛開始減肥的時候 他減的是什麼 水分 甚至出血的時候減到什麼 肌肉 所以他可能減了兩三公斤 脫水 蛋白質流失 可是你變胖 負胖 不管你是胖18公斤 22公斤 你都胖什麼回來 都是胖油 所以你減重當然都 對 你越減越肥 體脂肪越來越高 這樣久了之後 你的脂肪肝從輕度到中度 從中度到重度之後 它產生發炎現象 後面纖維化現象 就變成肝硬化 那請問一下 那輕度跟重度跟 中度的脂肪肝的界定 是比方說你這個肝的部分嗎 比方說一點點的叫輕度 再越來越多是中度 整顆都是就叫重度嗎 宏杜拉斯 你今天問的這個問題 最有學問 真的 我好關心喔 超有學問 這費者問的最有學問 對 沒錯 這費者還沒過完 我接下來要問更 還有機會 好快 教育藝的 來 給大家一個概念 如果說你是做一個解剖的話 就是超過百分之五 就開始有輕度的脂肪肝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很少 是的 百分之五不多 所以說肝臟裡面 基本上它沒有辦法 存那麼多脂肪 百分之五 超過百分之十的話 就表示你可能快中度了 然後二十 二十的話 就表示你重度了 當然你不可能把捐肝捐出來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就做超暈波 超暈波有六個指標 會告訴你 你這個指標如果 有一個指標 兩個指標符合 就是輕度 有三個 四個指標符合 就是中度 有六個指標符合的話 我告訴你 那個六個指標的話 就超過一罩你的肝臟白白亮亮的 粉粉嫩嫩的 超級好吃 為什麼講得那麼開心 超級好吃 因為我們常說 其實你不這樣去跟病人講 病人會覺得說 脂肪肝他覺得不痛不癢 其實今天講 發現這個個案說 以現在人的飲食 我們脂肪肝的比例 越來越高 那你不從基本 從血脂肪去處理 不從T脂肪去調整的話 我告訴你 脂肪肝說實在 雖然營養是說可膩 可是要到可膩到這個地步 你的努力比你減重 要難十倍以上 辛苦更多 一般來講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都不重視 脂肪肝這個問題 可是像美國這幾年 他們都很擔心這種脂肪肝 造成的脂肪肝性的肝炎 有可能是他們下一個世紀 要面對的最嚴重的肝炎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跟肥胖是息息相關的 然後他就發現說 一般最常見會得脂肪肝的是誰 你知道嗎 是愛喝酒的 我們叫做酒精性的肝炎 對啊 愛喝喝酒 因為酒的熱量非常高 所以愛喝酒這一群人 最容易有脂肪肝 可是現在呢 有另外一群人的脂肪肝也很多 就像女生這種 第一個 反覆減肥的 第二個是什麼呢 是那種愛吃那個手搖杯的 叫做高果糖糖這樣 他們就發現說 如果你一天攝取的熱量裡面 有超過10%是這種精緻糖來的 精緻糖就包括你那個手搖杯的果糖 然後砂糖 然後甜點的糖 其實你的風險就非常高了 那一天十分之一的熱量很少 因為女生一天可能需要不到2000卡 所以如果你超過200大卡 來自於精緻糖就已經是超過了 所以你只要一個手搖杯就過了 對啊 我們不胖沒有減肥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脂肪肝 就是你如果攝取大量的 外表就像好芳瑜好了 或你們看起來都很瘦 很瘦 但我只要一天喝一杯一杯 有可能你也有脂肪肝 對 但是外表是不一定是 尤其是你喜歡喝手搖杯 或吃相對有果糖比較多的 第三種是他們發… 你會發現他們在做鵝肝醬 在養那些鵝的時候會做一件事 他一直餵 一直餵它 並且他們把它禁錮住 讓它不能動 因為所以第三件事 不動一直坐著 這一群人也發現是脂肪肝的危險群 就是你會覺得說 我沒有特別吃得多 趕快講話給他老師 趕快就趕快給他老師 不著要動 不著要動一下 這一群都不動的人 他也是脂肪肝的高危險群 以前都覺得脂肪肝沒關係 只是油油亮亮 後來發現沒有 這些即使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每五個還是有一個 會變成所謂的 可是接下來 它變成肝炎比較嚴重 就形成結巴組織 就像你手如果受傷發炎了之後 你會發現會變成 有一個顏色比較暗 然後是比較硬硬的巴 那就是肝纖維化 它也是這個樣子 它那個受傷發炎的地方 就結痂了 然後就硬硬的 然後越來越多… 你的肝硬化就越來越嚴重 肝硬化的肝纖維化 到第五度的時候 它就非常硬 硬的時候會發現 一件什麼事你知道嗎 當你的肝臟本來很柔軟的時候 血液要進來很容易 可是如果這個肝臟的血管 它是變成很硬的肝包在外面 非常硬的時候 這時候血腰要很大才進得去 因為它是非常硬 所以它通不過對不對 通不過 你想像看 水管如果這邊通不過 上面是不是在鼓起來 對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這時候吃東西 是把它那個靜脈曲張這一塊 磨破了就 吐血 那吐個血都非常大量 有時候吐個血都非常大量 而且你不要以為 你想說進去的地方 因為進不去嘛 肝硬掉了 所以血管往上就膨一個起來 對不對 最嚴重的肝臟硬化 那個醫生跟我說 他遇到一個最後去換肝的原因是 他那一次出血來的時候 他說根本來用臉盆在 他的肝門那邊截 因為他就血一直噴… 一直流出來… 因為他整個那個都破掉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之前有講 反覆的這樣減重 然後副放 減重 副放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知道 是不是肝應該要稍微去控制一下 減重當中 你不要只看你的體重減輕 你不要說看到你帳面上 你體重減了5公斤你很高興 這時候你要去做什麼 看你如果真的把你受到 你的體脂肪有減少 當然像洪庚說 你真的擔心肝功能有沒有脂肪肝 那去抽血 驗肝功能 我常常跟講 肝膽十項檢查一抽 再做個腹部擦用後就夠 應該說抽血 抽血可以知道你的肝功能 基本上做超音波才知道 你有沒有脂肪肝肝 在肝臟的追蹤裡面 在小心肝的檢查當中 就是要抽血 還要做腹部超音波 看你的肝膽疑皮剩 那怎麼避免肝硬化 怎麼避免 不要減肥 不要讓它進到這個步驟 應該說你不要肝硬化之前 就不要肝發炎 不要肝發炎是 所以要讓你的脂肪肝慢慢的消失 脂肪肝是可膩的 脂肪肝是可膩的 運動 就是減肥 生活習慣正常 生活作息正常 飲食配合營養師的方式 那幫你的體重減價是 能夠減到你的脂肪 找一個小心肝跟你一起努力 創造美好人生 有動力 但我覺得男生有一件事 我想提醒 就是之前那個蕭鎮忍醫師 他分析他那個 他診所裡面這些 脂肪肝的患者的資料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男性的脂肪肝裡面 他背面的脂肪肝 可能兩個都是中重度好了 可是有一個會肝發炎 有一個卻不會 他們去分析 有沒有什麼變因是會影響這個 他發現在男性 愛吃什麼 你愛吃那個